原标题 苏联解体后的军队和武器15个国家怎么分 俄罗斯一家独大拿了80%众所周知 苏联和美国曾在上各世纪 有过长达数年的军备竞赛 这期间美苏两国研制出的各种类型武器不计其数 以至于到了90年代苏联解体后留下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那么这些装备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是各国军分瓜分还是一家独占 当时苏联总共有15个加盟共和国 而俄罗斯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国土面积 等都要远远强于其他14个国家 所以想要实现完全的军分是不可能的 而且苏联当时在台高中 也只有俄罗斯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 此外 俄罗斯当时争取更多的军队和武器装备 也采取许多措施 首先是军队 按理来说在哪个国家就属于哪国的 但是在苏联解体之前 俄罗斯就主动开始部署接管苏联军队 而且苏联军队中俄罗斯军官占了多数 工资也基本由俄罗斯人开 所以俄罗斯还从许多加盟国撤走了军队 这样一来武器装备也被带走了不少 对于武器当时也是说的就地分配 但是俄罗斯从其他国家调走了许多尖端武器 像航空母舰和武器和远程轰炸机等 一些战略进攻性武器 所以根据后来统计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将近80%的武器装备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倒下了一个超级大国 却仍然有一个军事强国 屹立在那片土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